大年除夕 早上李显龙总理到乌兰综合交通中心 同公共交通员工一起捞鱼声 感谢他们在农历新年期间 继续为人民提供必要服务 总理表示 我国疫情受到良好控制 经济稳健发展 增长率比预期还高 大家都说经济情况渐渐转好了 应该加薪吧 至少要添花红包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么做 但是要看看今年的情况 今年我们预期经济发展会比较缓慢一点 因为发达国家有可能发生经济衰退 所以今年突然国外环境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国内我们有这个良好的势头 我们要把握时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